我們所有時候婆媳可能是天敵 又是X 前任也是很可怕的生物 但是雨柔妳滿厲害 妳跟前男友是可以當好朋友的 這個真的要看情況滿特殊的 就是因為如果妳的另外一半 跟你分開的原因是 比如說偷吃啊 或做什麼傷天害臉的事 那當然這輩子不可能再當朋友 但我們的感情問題 其實真的不是因為別人 是我們兩個真的個性不太適合 但當然在要分開的當下 是不好看的 就是難聽話也講了 不該做的事也做了 然後鬧得就是沸沸揚揚這樣 那那一段時間 當然你想都不用想說 我要跟他當朋友 但是因為礙於啊 我們工作好像就是會碰面 那你要選擇跟這個人撕破臉 我死都不要跟你見面 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們還是得賺錢 你就要自己去 原來是個務實的考慮 對 當然要掺掌在裡面 然後最重要最重要是 當下我問我自己 我在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我會不會有情緒上的影響 比方說我會不會對他還有什麼 不該有的感覺 反應 情愫 對 但是那個當下我覺得 我對他已經完全沒有 任何的情愫 反應 然後我甚至看到他這個人 我也是就是可以很自然地做這件事 我也不會想到什麼過去的 種種交往的畫面 或覺得不公平的都沒有 然後好 我們就一起工作了 然後一起工作見面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發生 然後我們中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可能有的時候聚會 大家就不會太尷尬 因為有時候朋友其實他們的立場 會覺得說我到底要選這邊 還是要選這邊 可以約他嗎 對 但是其實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你們的朋友 你們想要幹嘛就幹嘛 我們要尊重這個聚會的主人 而不是我跟你在那邊想說 為什麼你來 為什麼你找他什麼 我們又不是幼稚園小學生 你這個東西要分清楚嘛 那聚會開始也會就是碰到面了 然後他交了女朋友 那我們還會一起見面 會打招呼 會聊天 我覺得這個當下 我們都沒有心裡不舒服 或者是有疙瘩 那這個關係就一直存在著 就是很像朋友 你不能說 你們在當朋友的時候 還一直把以前男女朋友 自己拿出來講 這是有病態的 就是單純的朋友 然後其實讓我最感動的是 這段關係一直存在在 因為我之前婚姻就有發生問題嘛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是把自己封閉起來的 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不管是 當然電話一定是被記者打爆嘛 然後身邊的朋友會關心嘛 但我收到一封很特別的訊息 而且那個訊息打開之後 那個對話框是要滑的 你看他滑了 長文 很長 那個文章 然後那個內容大概就是講說 我完全了解你 為什麼現在會做這個決定 他說我也同意你的說法 在每一段感情裡面 其實是需要陪伴跟經營的 他說這個東西也是在 我們分開之後 你讓我學到的 他說但是等到你離開之後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是支持你 我也理解你做這樣的決定 然後後面當然就是安慰你 然後希望你可以很好 我相信你很堅強 就講了一大堆嘛 但最後有附上一段文字就是說 這一封訊息 我寫完之後是有給我老婆看的 她非常同意我做這件事情 我們都希望你很好 好感動 其實看那封訊息我是開心的 就是我謝謝她 我們過去那段感情 讓我們有所成長 但在我們每個人 我們兩個分開之後 各自的生活裡 我們也都互相彼此當依靠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很好的 就是真的是朋友 就是她是真心的 因為給她太太也看到 真心的表達鼓勵 跟安慰跟支持 對 你跟前男友 可以維持這麼好的關係 但是你跟親姐姐卻鬧翻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我姐姐跟我個性 就是同一個媽生的 所以我們都很強硬 我們遇到事情就是 不會退就是不會退 然後加上她又是我姐姐 她可能就會覺得 我講話一定比你還要分量 我是姐姐 你妹妹 你憑什麼跟我講這些東西這樣 然後因為我跟我姐 其實差滿多歲的 其實所以我們從小 不是那種一起玩到大 我小時候她已經大了 所以根本沒有陪伴的 那個童年的那個 那一段都沒有 那一直到 我記得是 那一段時間 她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那個男的出現的時候 其實全家人都是反對的 因為 看到第一眼 你就覺得她不是一個散類 然後加上這個男生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出了太多莫名其妙的狀況 讓我覺得 我姐姐是一個成年人 你怎麼會被她這種謊言 給欺騙 連我小女這麼多歲 我都知道她在說謊 然後突然間說 她下個禮拜要出國了 然後我姐姐還要送她去機場 然後兩個還這樣子 就相... 男分男捨 對 然後在那邊 哭著一把鼻涕把人說 你一定要活著回來 哪有這麼難 我想說她是去伊拉克嗎 我想說這什麼戲嗎 你去打仗喔 她是去烏克蘭的 聽烏克蘭的 老我姐說她有癌症 你看她每次吃飯都會嘔吐 就是因為吃藥的副作用 我說那她出國幹嘛 她說因為她終於等到 換肝的機會 她現在要出國換肝了 然後我一聽到 可是她是肺癌 我一聽到換肝這個東西 然後我說好...換肝好 癌症 然後好 出國了 結果他們就一天斷連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一個 重要的家裡聚會 我姐就這樣 真的窮妖小說 你知道嗎 拿著手機這樣 我說怎麼樣 還沒打來啊 就是你知道 她就在苦苦的等那個電話響 然後隔了一天 電話真的響了 還真是那個男的打來的 然後我姐就去房間 講了很久的電話 然後出來就眼眶泛紅這樣 我說怎麼了 然後又發生什麼事 我姐說她手術成功了 她現在很虛弱 我說你換豬肝啊 一天就好了 我說你去就住院就換肝 你馬上就有肝可以給你拍 我說多少世界上多少人肝有問題 你一發現有問題 馬上就有肝過來 我說你是誰啊 我說這個東西 你有什麼好這樣欺騙的 然後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姐就很神奇地覺得說 你們為什麼就是不相信她什麼 對 因為這很明顯就是謊話嘛 你就是不合邏輯嘛 結果 反正最後分開了 因為她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被我姐發現 然後我姐就很難過 跟她分手了 那分手之後 當然我能夠理解 女生受傷的心理 她會想要找人 突出 那我是她妹妹 然後我又住在台北 我姐就會遠從桃園 大老園跑過來找我 然後到我家跟我講 她發生什麼事 她做了什麼不好的 然後她很難過 她幹嘛 一次 兩次 三次 我說好了 其實當初都跟你講過 她這個人有問題 我就說如果你要接受 你就必須要接受現在的結果 因為你明明一開始就知道 她不對嘛 那你現在這樣一直跟我講 事實也不會改變 時間也過去了 那你們分開就好了 你一直說她不是有什麼 這不是一個方法 你也要面對你自己的過錯 你當初就不應該這樣選擇 我說你在感情上面 就是會有這個盲點 我講話就有點重 從那天我姐離開之後 我們再也沒有聯絡 她走心了 很明顯的她走心了 當然 因為她很難過 對 然後演變成變成什麼樣 家族的聚會有她沒有我 這麼嚴重 很嚴重喔 真的有她沒有我 然後即便那個人已經坐在裡面 我們後面一個來看到有沒有 站起來就走 我們兩個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個性就這麼硬 就是好啊 你要這樣對我是不是 我就這樣對你 然後我跟她這樣的關係 大概兩三年喔 她可能覺得她已經痛苦到這樣了 妹妹還是不能理解她 然後 立場不同 兩三年過去 這中間過程還包含了過年過節 天啊 我們戲彼此到什麼程度 就是 不同桌 我們同... 吃飯還是得同桌 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玩那個小朋友 就同輩玩桌遊 然後桌遊那時候 我們玩的遊戲是 它會翻出一個題目 然後你要 寫下你的答案卡 然後那個題目就是說 現場有沒有人是 你希望他從地球上消失的 還有 然後比方說 我們有十幾個人 玩這個遊戲 小孩子 卻有兩張牌翻出來是 有 就你跟你姐姐 就是我跟我姐姐 你奶奶 你知道是鬧到這麼僵喔 這麼僵要怎麼化解啊 然後好 因為我就發現這樣不行 因為家裡長輩其實很困擾 然後就是連國外的長輩 都打來問說 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已經鬧到國外去了 然後我...好 當下我有發現不對勁 其實我傳了一封訊息 給我姐姐 就是裡面有告訴她說 我會這麼樣的反應 是因為當時我心疼你 跟我...我為什麼... 我希望你理解我的出發點 我也不希望你受傷什麼 就講了一大堆 他沒有回應我 他沒有任何的回復 但是拖了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剛好遇到我們家 就我爸爸身體不舒服 那我們就上網 開始幫爸爸找醫生啊 然後保健食品啊什麼的 但不約而同的 這個出發點 我們兩個同時做了這件事情 我們開始有了交流 因為為了爸爸的身體健康 我們開始會講話 我們開始會有 共同的事情要做 然後好像默默的 兩個同時生氣有沒有 兩個又默默放下 從那一刻開始 我們變得有一點通仇離開 就是當之後遇到事情的時候 像比方前一陣子 就是家裡面因為 外婆要過生日 這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晚輩就是 開了一個群組 然後大家就集思廣益 什麼餐廳啊什麼地方 適合我們吃飯啊 然後多少人啊 然後就在找餐廳 然後我跟我姐姐 兩個拼命找 丟出餐廳之後 都沒有人有回應 都沒有人有回應 感覺好像說 我們就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明明十幾二十個人 你們都不回應 然後說那有確定 要什麼餐廳嗎 因為裡面有長輩 然後也沒有人要回應 然後事情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就有一個長輩跳出來 就直接叫我姐的辱名 就在四川裡面說 娃娃 餐廳訂了沒 我當下就直接火山爆發 我覺得群組裡面這麼多人 還包含了你的小孩 你憑什麼劈頭 就叫我姐去做事 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跟 我在裡面劈啪啦一直罵 狂罵 瘋狂罵 就幫我姐出氣 因為我覺得幹嘛 世界上只有我姐一個小孩 會定位是不是 只有她會 她手機可以上網 以前這時候感覺到 妹妹的價值 我說怎麼樣 我說現在什麼年代 只有我姐手機可以上網 找餐廳嗎 為什麼都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什麼開到屁股 都是娃娃 然後結果我姐私下 就傳去給我說 原來連妳都感受到了 她突然開始理解 妹妹的好了 真的 這種個性是你們槍詞的原因 也是她現在覺得 有這個妹爸出氣出頭 也很好 真的 但是你們兩個也 真能撐兩三年 對 很久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 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哦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